就把它放在圓端上 所以刚刚只需要两段就在这里 OK 再来的话把它写出去 如果把它存档 就是说如果你要做存档的动作的话 那我希望存档的档名叫Report Report在这里 就把它存档起来 如果要把它存档起来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我大概把重点讲一下 再把它删掉 主要的话大概有几个地方可能要注意 就我刚刚讲的 这个有没有 第一个就是你要把它write出去 有没有 write的话你就是 不过特别注意 因为如果你的来源是encoding是UTF8 那你记得如果你写出去 也要是encoding是UTF8 它预设是CP20 如果两边编码方式不一样 一写出去就会有乱码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把它delete掉 也可以写出去 但是一开起来乱码 两边不match 所以像我的习惯 你干脆所有一切都用UTF8就好了 ok不要用微软 不然的话问题很大 像比如说资料库 在那边都用UTF8 要买Sequel也是一样 资料库嘛 你就用UTF8 然后我存档用UTF8 这样子就没有乱码的问题 ok 那再来的话 write 关键的地方就这个 我要把print这些东西 把它放在这里 可是放在这里 你需要一个变数 所以这个变数要怎么产生 特别注意 因为我输出要是一个自串 所以这边可能会需要什么 就是把它print出去的东西 全部串在一起 串在哪里呢 串在一个变数里面 所以这边有个重点 就是如何把上面这个回圈里面的东西 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这边可能要学会什么 如何针对自串 做自串的什么 串接 就一直串就是串 一直往后串 那首先一 请你在for回圈上面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空的一个自串变数 我们先丢一个空的给它 第二个的话呢 在这里面做串接 怎么串接 串接的话就是S 等于什么呢 S自己本身 再串什么呢 上面的东西 那上面的东西就一直串到下 所以串什么 串这个 这个姓名嘛 然后再串什么 串这个手机 那后面的话 我是建议这个sweeper 这个就不要拿掉 因为print本身有换行 可是呢 你将来呢 在自串变数里面没有换行的话 它变成就全部接在一起 那所以呢 这个干脆呢 就拿它的就好了 所以你就把这两行复制到下面 有没有 s本来是空的嘛 串就是串第一个 所以它就会得到姓名 豆典 有没有 手机 然后刚好最后面有个换行 然后再换下一个 黄佩玲 然后再下一个 A是串 全部都串在哪里 串在s里面 看懂意思吧 最后关键的地方 s等于s自己本身 再去串 你要串的东西 这个叫做 串接 文字的串接 所以以后就一直串 这个还蛮重要的 以后 你如果要输出什么东西就串接 他可以看得懂 因为这个我发现 我长写你就熟了 有些同学刚开始有点转不过来 OK 好串接 然后最后的话 write的话 你就write什么 writes就好了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程式就大功告成 所以基本上就产生 总共一二三四行而已 没有多余的 而且你会发现 我们做完之后输出 总共也total也不过只有九行 把print拿掉 你看程式之类已经够短了吧 如果以前 如果你用java写 上面写个30 应该是解决不了 OK VBA来写的话 可能也会多一点点 VBA在开档读档 也是没有拍子那么厉害 好 那再来的话 最后就来run一下 应该可以看懂意思吧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一样print 一样有结果 可是你会想 老师那档案在哪里 其实已经在这里了 只是说 你必须在这个上方按右键 把它怎么样 refresh 因为它不会自己更新 你要自己帮它更新一下 或按F5也可以 更新一下 好 你会发现这边有个report出来了 这个是refresh之后 它就出来了 就是帮我写到根目底下在这里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写到这里 打开 看一下 有没有 就是 这个档 其实就底下的东西了 那也就是如果将来 你要在那个什么 在 python里面存档的话 基本上就 两行搞定 但是可能需要串接好 再用write就write出去 所以以后你要做档案合并的话 其实也差不多 开起来 然后怎么样 写出去 写在另外一个档 然后呢 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是用w模式 如果你要写到后面让它合并的话 你会变a模式就好 一直写写写写写 那就ok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顺便补充一下 因为刚好后面我们会讲到 如何做档案的合并 除了档案合并 那档案的分割 可以合也可以分 反正你会发现 大部分工作需求就是合合分分 你要做报表的话 不外乎先把它分开来 最后的话 可能最后你可能 上面大老板又要来一个东西 你最后要把它合并 因为各部门分开来 各部门各自东西 那最后大老板你总不能说 你自己慢慢一个个慢慢看 他total全部东西 那你势必要把它全部合并在一起 然后再给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割方法 然后最可能有合并的需求 所以常常合并分割 所以后面的话呢 我们有那个范例 全省邮局地址 就是要解决什么 一键按下去自动合并 一键按下去自动分割 那分割的话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分割 合并甚至也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去合并 那不就快速可以产生你要的报表结果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请各位 我刚刚有把这个程式 一样放在这里 第存档起来 第九页的地方 最后顺便再讲一下 我们刚刚那个Member 有没有 是放在哪里 是放在我们的根目底下 可是未来 如果我今天最后再讲一个就是 如果我今天我不要从这边我把它delete掉 也就是说我现在Member并不放在根目录 所以如果你现在执行的话 他一定会出现什么 找不到档案 有没有这一行 他就知道 你这Find not found 找不到档案 所以你看到Find not found 意思是说档案他的位置错 那怎么办 很简单嘛 你就告诉他说 我的档案其实现在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里下载的地方 那下载的位置在哪里呢 基本上 有的时候你点一下他会有个路径 或者说你进到某一个资料 只要你点一下 这边会出现 实际上就是C冒号斜线这一串 download 到download这里 那我的习惯 我是不太建议各位自己用打的 因为自己打的话 很容易打错 所以我建议路径 你刚才用复制的 那复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点上面一下 选取你要的这个路径复制 贴到哪里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请你贴到这个的前方 我刚才讲说 我在C冒号 C冒号 C点底下的什么什么什么 download这个路径底下 有个member OK 但是请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斜线 它是一个保留资源 所以如果你要输出的话 恐怕要什么 要变成这样 像刚才反斜线N 有没有前面要多一个反 但你想说 那不就如果很多个 不就一直要反斜线反斜线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 如果在open底下 它有一个小诀窍 不用加 但是你要加一个 什么呢 加一个小R在前面 这样子 这个小R意思说 后面的我都没有加那个拖曳字元 OK 所以你加个小R之后的话 它也可以辨识说 其实那个就是路径 OK 好 那我们把它执行一下 这个已经删掉了 最后这边执行看一下 这样也OK 有没有 所以理论上 如果你要开启外部的档案的话 一 请你找到那个路径 把它贴过来 记得 这边这个反斜线一定要有 最后的话前面加个小R 这样子就完成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刚刚的重点一 就是如何把你最后那个 产生的这个结果储存起来 存档 存档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W模式 再配合那个档案物件里面write的方法 那在前面你可能要串接 文字的串接 怎么把它串串串 这个文字的串接 不是只有Python这样写 VBA也是一样这样的写法 写法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这种方法 你用在别的语言上面都一样 OK 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要路径 假设不是相对路径 而是绝对 绝对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话 那你就自己再加一加 关键可能那个小R 如果你不加小R 你就是变成说 你那个反斜线 你要加两个就对了 OK 大概是这样子 好 谢谢 谢谢